主啊 如前人所说 教会历史是一部试经史 所有的疑难杂症 所有有争议的课题 我们都要回到你的启示 你的圣经来寻找答案 所以恩待我们同学 在受训的阶段 我们就学习严谨的解经 我们就学习累积前人 给我们的解经的智慧 传统 各种原则跟方法 让我们的解经 踏在前人的肩膀上 能够做得合宜 适切 而且合乎你的心意 恩待神学生 恩待老师 让我们凭着信心 单纯的信心 给我们渴慕你的心 让我们趁着爱的翅膀 追寻我们的良人 追寻你的脚踪 随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那我是不是就先请世忠来报告 你是多笔书是吧 好的 第一卷是吧 好 只有三分钟 所以我得讲快一点 那今天我要报告的是多笔传 那关于多笔传 就是作者不详 那可能陈述于 七元前八世纪到两世纪之间 那就是目前现有的最早文本 是之前的四海古卷里面有餐篇 那就是简单来讲 多笔传的内容 就是一个上帝保守 就是在尼尼威城的 近前人家天赐良缘的故事 OK 好 那至于多笔传就是 至于多笔传为什么没有被列为正典 那基本上几个理由 那天武教四高圣经 他们是提出因为他的原本很早就已实了 那所以就是多笔传 所以多笔传他们觉得就是 没有办法在犹太教跟 就是基督教 他没有办法列为正典的原因 这样子 对 那可是事实上就是 查考一下就是其他学者资料会发现到 其实多笔传就是没有被列为正典的原因 其实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隐为 而且重点是 道分的就是我目前查到的资料 大概都没有再继续深入挖下去 对 首先犹太学者就是 犹太学者拒绝他成为正典的原因 是哈拉卡式的 那因为就是犹太的 就是拉比他们会认为说 就是婚约应该由新郎来认为 而不是有新娘的父亲 那所以说就是对于犹太 就是对于法利赛人来讲 就是多笔传的内容 其实完全违背了他们 就是对于经文的见解 所以他们拒绝 就是他们拒绝多笔传 就是纳无正典当中 那这是近代就是犹太的学者 所提出来的见解 那但是就是多笔传在七十四一本 还有跟随的其他次经 除了少数几本之外 就是纳入到七十四一本当中 而早期的教父和就是老底嘉会议 基本上对于多笔传是拒绝的 对 然而就是西方的作者 例如说亚历山大的 就是亚历山大的格力免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教父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教父等级的学者 也曾经就是把多笔传的 就是第一个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将事情隐藏 是君王的荣耀 将事情显明是上帝的荣耀 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句子 引入到他们的著作当中 并且认为多笔传是 认为多笔传是正典 那基本上就是西方 就是早期就是 教父时期的一些西方学者 他们会认为 包含就是 奥古斯丁在内 那他们会认为就是多笔传 他们应该要把它视为正典 但是在后来的几次大公会议当中 经过讨论 最后还是没有把它列为正典 但是把它纳为次经 而多笔传是所有的次经当中 就是最为新教 就是接受度在新教当中是最高的 那包含马丁路德 哦 我到了 好 好 包含马丁路德 就是曾经就是推荐 就是多笔传的阅读 以及联合卫理工会也曾经引用 就是多笔传就是婚约的 就是婚约的导文 作为就是离婚姻的导文 好 所以就是以上我对多笔传的介绍 就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报告完毕写那么大 没有抽签到的同学 你没有机会上来报告 但是你愿意写个很小的简介的话 就可以交给我 交给助教 那我们就着量加分 我猜大部分同学是上网Google的资料 那你就浓缩一下 这没关系 这个本来就是课外的作业 就是增加你们阅读的广泛度 那所以他不是很严谨的学期报告的作业 那所以各门课不是只有我的课 各门课所有老师 我们其实一开学就应该讲 但是可能老师觉得这是同学应该知道的 普通常识 所以就没讲 所有同学的学期报告 你不可以上网直接copy 整段整段 连超过几句话你都要写footnote 这个是学术的伦理 特别是我们要加入教育部 未来的论文 他们都是有一些软体来测验 你是不是偷抄袭的 抄袭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在学校是会被当掉的 那在教育部可能你的学位就无效 所以从你们一年级就要开始操练 就是除非你已经把它改写到 消化大说是你的心得 是你的感想 这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大段是自己的笔法 可是大段是别人的思想 你最好还是做一个辅助 辅助就是保护自己 所以助教也会去看看 你们读书心得是自己的读书心得 所以不应该去Google别人的简介 所以助教会有他特殊方法 找出同学是不是抄袭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学术伦理 你知道我们有大学校长就是因为类似的问题 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其实我自己都会犯这个错误 有时候我上课当然是借别人的 可是后来写书的时候就忘记 这个是二十年前的动作 就忘记做这个 幸好没有人来告我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养成习惯 那我们来看这些经外的作品 赤经 魏经 就是在犹太教 基督教 刚才一个七十四义本 就是有不同的立场 我们连抗议中都有不同的立场 所以来看看他的功能好了 这个是黄熙木 黄熙木应该是圣经工会的一位学者 他介绍了境外作品 那他就讲到旧约的赤经 魏经 还有新约赤经的共通特性 那第一个是处境性 处境性就是因着时空 赤经 魏经都是建约时代 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时空 就是当时信仰团体 社会群体的需要 什么需要呢 什么处境化的需要呢 就是为了满足宗教圈 宗教信仰群体的市场需要 那个市场需要 就是那个敬虔的好奇心 所以他有很高比例的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 启示录就是启示文学 就是一堆文字符号的东西 一些神秘的符号 一些神秘的文字 要人家去猜的东西 我们新旧约就是有少数的经文是被列入是启示文学 就是天上的星象 或者是一些异象异梦 或七晚七印七号 这个通通是不讲明是什么事情 但是他后面代表的是一些属灵的含义 就是当时宗教圈的市场需要 所以建约时代 这类似的产品就是大量的出现 第二个扩充性 扩充性就是跟刚才讲的 那个敬虔的好奇心 旧约的赤经 有很多的传奇故事 很多敬虔的犹太家族 他们的人物传奇作为题材 加以扩充 比如有人应该有抽到或是选到这一卷书 就是淡仪礼书的 淡仪礼的那个三个朋友 记得吗 这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 那个就好像是三童子的祷告 我们正典的淡仪礼书是轻描淡写的 就是很多神迹故事 那一段就是轻描淡写 那人家就想 那火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上帝怎么样保护敬畏他的人 通过了那一次火炼般的试探 试炼 新约的赤经 赤经跟卫经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范畴 所以他彼此间有时候会有重叠 有人是列为赤经 可是其他人会把它当作是卫经 新约的赤经跟卫经 他们会针对正典的圣经 所缺乏的试剑加以扩充 那这个在我的分类里面 我是把它放成新约的卫经 新约的卫经里面 就是它的可靠性 它的神学性 它的思想性比较危险的 我们就是也是卫经 卫经是比赤经更加的 那个等级是比较次要的 那所以我们上次说的 诺斯底的一些福音书 记得吗 犹大福音 犹大是被耶稣要求要来卖它 让救恩可以完成 或者是摩大拉的玛利亚福音 这个都是新约的卫经 我们在讲到基督论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另外一卫是多玛福音书 或是非利的福音 这个都是新约的赤经 那所以这些赤经卫经 他们会把正典所缺乏的事迹 就加以扩充 比如说耶稣那十二年的童年 圣经都没讲嘛 他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都有那个成长的过程 十二年 你记得你小时候做的事吗 小时候 你曾经干过的事情 轰轰烈烈的事情 这个还是宗教的好奇心 所以耶稣童年行过的神迹 就放在这些卫福音书里面 其实蛮有趣的 蛮有趣就是你可以去揣摩 去想象 其实神学就是你要去揣摩 为什么异端会犯这些错误 揣摩说当时人性在想什么 他们对基督论 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结合 有什么样的困扰 不过黄锡木先生 黄锡木博士 他认为这些扩充性 或者是补充性 途径性 不全然是花众取宠 他不是讲一些大家喜欢听的传奇故事 金庸小说 而是他们带着敬钱 带着那个很敬畏的心来写作 而且他们的写作是以正典作为模范 他们是以正典圣经作为写作的基础 所以难怪刚才市中有报告 有一些团体 其实是一本 这个是有列入作为正典的 我们抗议中是因为经过马丁路德 再一次帮我们筛选过 所以我们更安全 我们更加严格 我们来看赤金味精 赤金是apocrify apocrify 它的意思就是它是隐藏的意思 它的内容比较深奥难懂 而且它是暂时封闭的 没有告诉我们谜底 比如启示录 启示录能够读书卷的 只有被杀的羔羊 或者是先知领受一些预言 但也领受一些预言 所以他不讲 他不能讲 他讲的是 他觉得奥秘性是比较低的 有些奥秘性是连先知自己都不懂 先知也是受到先知 看到的意象 你看以西节 他看到的意象 他越接近宝座 他讲的就越含糊 你读都读不懂 所以是奥秘的 难懂的 而且是暂时封闭 一直到末了 未经 未经 比赤经的等级更加低 就是因为 出书的年代 或者是写作的作者 不详 作者不详 作者不详 就是 他没有办法保证可靠性 各位 用真名就是你是要经过社会的检验的 你写真名就是你是代表负责性 那你写笔名 人家会想说 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隐藏 或者是逃避责任 所以如果是作者是假托 巴拿巴 保罗的那份好童工 巴拿巴 写的巴拿巴书 所以他的可靠性就会比较低 这个旧约的赤经跟未经 在教父的筛选过程 是不一样的等级 比如奥古斯丁 他是可以接受旧约的赤经的 甚至少数新约赤经的书卷 奥古斯丁的作品也会引用 把圣经翻成拉丁文的 那位教父叫做耶柔米 Jerome 就拉丁文圣经在天主教奉为 最高权威的经典 这个叫五家大版本 Varget 我们以后会谈 Varget 耶柔米 他在翻拉丁文圣经的时候 他是特别跑到耶路撒冷 他特别跑到耶路撒 这个圣地去学西伯来文的 所以他是非常严谨在翻译 拉丁文圣经 难怪天主教这么 遵从这一个译本 Jerome 他是把赤经放在正典之后 而且他是把它当作是参考资料 一个敬虔的犹太团体 他们每年怎么样按照旧约的律法 再过日子 就是赤经是放在圣经的最后面 作为参考资料 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 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辗转流离 他们在流浪的时候 怎么样继续的遵守上帝的律法 马丁路德基本上他是采取Jerome的做法 他也会用 但是他用的时候不是当作正典在用 他是当作是一个参考资料 同学你们拿到的都是旧约的赤经 那我们有一些新约的赤经 比如说霸拉霸书 十二使徒疑讯 或是彼得的启示录 启示录是约翰写的 那彼得也写了 黑马木人书 这些通通是新约的赤经 我稍微点几卷书的 他的可疑性 不是说Dan Brown的达文心密码 是介于可疑跟可疑之间吗 所以赤经其实就是这样 可疑可疑 比如巴拿巴书 巴拿巴书贬低旧约律法的价值 认为旧约里面所讲的纪事 我们希伯来书都已经说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旧约的纪事 旧约的很多的条例 这根本是魔鬼的作为 哇 他这样讲犹太人 可是很不爽哦 所以巴拿巴书就是 被接受的程度很低 十二使徒疑讯 同学你们在写旧约 试经的时候 你就可以参考我抓出他的一些 为什么没有列入正典的原因 那我的用意就达到了 十二使徒疑讯有好多好多的疑讯 可是通通都是属于生活道德的劝勉 生活的教训 道德的劝勉 没有福音的信息 这个是最正义的 没有救恩的信息 各位 我们在鉴别正典的第一个标准 是那个内容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 基督就是救恩 缺乏这个 那我还把你列入圣经干什么 所以十二使徒疑讯的真实性备受怀疑 在最后一卷 黑马牧人书 有一个牧者 叫黑马 一样跟刚才四中说的 他不是使徒的作品 而且写作的时间很晚 那个作者 作者是我们考量 他是不是正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路加雅各不是十二使徒 可是他们是使徒的第一代学生 他们亲耳听过使徒的见证 黑马牧人书 有行为主义的偏差 认为信徒受洗之后 只有一次悔改的机会 你在教会受洗加入教会 你只能够有一次犯罪悔改的机会 哇 这个太严重了 那我们所有人都不得救 那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位格 也讲得不清楚 有养子论的嫌疑 耶稣基督是被上帝收养为儿子 在某一个历史时空 比如说耶稣受洗的时候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或者耶稣复活的时候 这句话又重新出现了 耶稣在某夜时空 他才是上帝的儿子 他不是永远太初就是神 他不是亘古永恒中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的神性 位格就是影响耶稣的神性 我渐渐在累积 各位我们要进入三个核心信仰 你要辨别正统跟异端的三面照妖精 爱人柳的三个信仰的规范 我们大致是讲到这里 那三圈 我们一开始是讲最有争议性的主教制 然后接着我们上个礼拜到今天 我们都在讲正典 正典是最可靠 可是正典不是没有正义 正典的范围 哪些要放入正典 哪一些被剔除出去 那整个过程 其实是漫长的过程 漫长就是它很严谨 神的教会 非常严谨的在寻求神的声音 但是我也不能排除 这中间是有神秘的过程 那四个鉴别的标准 是我们很能够清清楚楚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讲 但是在整个过程 我们相信是圣灵的保守 圣灵保守神的话 可以正确的被保存下来 传递下来 被在教会里面宣讲 所以我们从此时开始 一直到学期末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讲 三个信仰规范里面的传统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传统 传统我一开始 这一个单元一开始 我就用了亚他纳修 对传统的定义 各位还记得吗 传统是耶稣所赐下的 信经就是耶稣赐下 他跟圣经是 几乎是等同的地位 他跟圣经有什么不一样 这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传统是主所赐 使徒所宣讲 还有教父所持守 保护的大公教会的信仰 这个是我觉得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简单俐落 而且非常的清楚 把不是传统的来源的书卷 我把它分别出来 我们来看传统的内容 我刚才是不是没按 对不起 我的讲义会盖出PPT 所以有时候你们觉得 我一面的案好像没有出来 要提醒我 未经就是作者不详 假托某一些人写的 昨天神朔班的讲员 我们的校友 以德琳牧师 他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 马可福音第13章 就是讲到启示文学 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灾变 天上的星宿 月亮 很多重大的变动 那他引用了以诺书 以诺书是未经 旧约的未经 他没有列入赤金 但以诺书非常好看 我好像是在下学期 会提到这本书 还是别的课程 创世纪第五章 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 就生下了上古英雍有名的人 那个巨人 巨人是指谁 20世纪 20世纪美国纽约 有一个作家 他把 就根据魏经 刺经 还有根据圣经 一些很神秘的经文 神的儿子是指谁 人的女子又是指谁 上古英雍有名的巨人是指谁 就写成小说 那小说 名字叫天使城 The City of Angel 他有三部曲 跟Dan Brown一样三部曲 三部曲就是 他好多故事可以讲 他一部还讲不够 他引用了很多 以诺书的内容 叫以诺书讲这么多东西 就是那些巨人 上帝用洪水 不是毁灭了当时的人吗 他说巨人其实没有消失 他们一直流传到21世纪 所以在世界一些大的城市 纽约 伦敦 或是莫斯科 他们有一些团体是专门追捕 那个伟人 那个巨人 那个巨人其实是半人半天使的 他们平常是像人一样 可是当他们有危急的时候 他们那个翅膀会展开的 他们会飞翔的 而且长得非常英俊漂亮 这些巨人 因为他们是近亲繁殖 那所以他们就染了 染了那个不可治的病 那所以 就是他们会断 是什么断层 他们会绝肿 那需要解药 那解药就是当时洪水的时候 挪亚洪水的时候 那个刺经就有写 胃经就有写 就是把当时的一些好的植物 优良的农产品的种子 就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有一些癌症 一些难治的病 就是需要吃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的农产品 可能都有农药 或是经过基因改良 对不对 而且产量是有限的 但是那个好的植物 它可以有非常大量的生产 而且优质的 可以治很多的病 这个灯很好看 引用了以诺书 还有什么千禧年 千禧年也是刺经的一卷 就可以开始变故事了 Dan Brown也是 他也是根据什么 犹大福音书 摩达拉的玛利亚的福音书来写 这个在我们正统的教会里面 是不会接受的 为什么扯那么多呢 好我们来看 因为刚才刺经未经突然发现有几句话没有秀出来 我们来看传统的内容 讲义有的 各位讲义有 我们讲义应该是下面的页数是第八页 上面的标号是初代教会历史上的第五 第五就是有关传统跟主教制 所以你过去如果有主教制 你已经看到主教制那张讲义 你就重新麻烦过来 上面有告诉我们传统的内容 三个内容 最重要是下面第三个 我们这个学期大部分是要讨论信经 但是我们先看上面那些比较松散的东西 松散的东西就是它没有成为条文的信经 第一个是教会口头宣讲的福音信息 preaching 耶稣的preaching跟初代教会 教会所宣讲的 昨天的讲人有讲 耶稣讲的 教会所讲的 布特曼都把它分出来 教会公开宣讲的福音信息 它是不成文的 就是口传的 不成文的传统 但是它的内容跟圣经是一致的 是和谐的 它是整理福音信息的精华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像教牧书信讲到 善道真道 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 它没有列出是哪一卷书 某一卷书 哪一个作者写的哪一卷书所说的 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 它是整理福音信息的精华 我就类比让人比较能够了解 可能是比较类似现在 学院传道会讲的传福音的四律 四律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本书 小小的这个很简单 很方便我们传福音 但是它是整理整本圣经得出来的精华 你就知道那所有的核心信息都在里面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了罪 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隔阂 怎么办呢 怎么样回归上帝呢 要透过人子 透过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 所以这是福音的精华 福音桥 四律 这个都是属于这种不成文的传统 这个不成文的传统呢 因为是大家教会公开 各位注意那个公开 公开传讲的信息 公开这个是为了对付异端那个秘传 秘密传地 你就掌门人才能够得到的一套知识 但是其实好的东西应该是分享给普世的 应该是十几年前 不到二十年前 这流行圣经密码 达湾西密码 圣经密码 圣经密码没人出生了吗 你们高中的时候 圣经的密码根本就是 只写给知识分子的 它里面讲的一些密码 都是重要人士 重量级的人物的故事 但是上帝的话 也是普遍是给所有平民老百姓的 普及性公开性 这个对付异端 那当然也包括有一些 没有圣经支持的不成文传统 那你就会开始说 没有圣经支持 那可靠吗 你放心 多半只是属于教会的礼仪 这个在节洗的时候 圣诞节 复活节的时候 他们所执行的一些礼仪跟习惯 比如英海洗 英海洗在初代教会 他已经开始执行了 这是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 16世纪的时候才正式的被拿出来 轰轰烈烈讨论了一段 马丁路德跟慈韵里为了政变圣参论 家文也加进去了 天主教也进来了 那是当时最热门的一个神学议题 但是其实初代教会早就接受了 有没有圣经依据呢 其实信议会或改革中 他们觉得是有圣经依据的 可是进信会或是其他的中派可能不接受 他们觉得你们这些金融证据我不接受 洗礼的时候 点三次水 或者把浸在下面浸三次 应该就浸一次吧 有的团体就把浸三次 各位 应还洗一定是点水礼 那所以敬礼 敬礼一定是成年礼 成年礼 这个都是比较属于礼仪习惯的传统 当然也偶尔会出现教义上的传统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 第二个是解经 教会历史是一部解经史 你一面看我的PPT 可能你也要看你的讲义 讲义里面 我列出了几位教父说的 有一个叫Vincent 有一个作家叫Vincent 那是谁啊 范古是不是 Story Story Night Vincent 这个不是范古 这个字有点奇怪 它的动力在前面 雷红 那个儿是要用气音 雷红 这个是雷红大约是在今天法国境内 法国南部雷红 雷红的主教 雷红的教父名字叫Vincent 他说圣经无所不备 我现在不在上试经学 但是我快速的讲几句 我试经学会讲的东西 圣经无所不备 自给自足 圣经是足够有余 这句话在讲什么意思 sufficiency 圣经是对我们的信仰是足够有余的 自给自足 注意它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有关于救恩的问题 你不要讲的科学 圣经不是科学书 不是科学教科书 它这本是在讲救恩历史 所以有关于救恩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这个叫做圣经是自给自足 足够有余 Vincent也提出了 以经解经的原则 好的 世经就是要以经解经 你要用相同的经文来累积 重要的经文一定是上帝不厌其反的一讲再讲 所以那个相同的经文 你就把它累积成为一个重要的教义 但是偶尔你会发现说 这里的经文跟那个经文有冲突的时候 那叫译文 就是有差异的经文的时候 那你要导出一些规范来 以经解经不是用这个经文去解释那个经文 那个连异端都会做 以经解经 注意听 这是我用一分钟来讲 我在试经学可能要用半个学期讲的东西 以经解经是用优质的经文来解释那些 我不敢说劣质 就是优质就是讲的比较清楚详细的经文 你要去对付那个讲的比较简略的 比较模糊的经文 这是路德说的 他在跟伊拉斯姆争辩 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的时候 伊拉斯姆说圣经有一些经文是模糊的 讲不清楚 路德说对 但是重要的教义 一定上帝会在其他地方更清楚的启示 所以我们要用清楚的经文 来对付模糊的经文 用详细的经文 来解释简略的经文 各位你要朗朗上口 好的解经 以经解经是这样 以好的来解释 比较模糊 整略的 更好的是 以整本圣经的经文 来对付一两节模糊的经文 这个是正统教会的好的解经 你在神学院 你在华神 受信就是这样的解经 那异端刚好相反 他们总是 异端就是好奇 敬虔的好奇心 会用一两节模糊的 他们觉得很有趣的经文 要来支撑一个重要的教义 那就非常危险 因为那根基不稳 我下个礼拜就点一个同学 来讲这三个解经原则 我再讲一次 以清楚的来解释模糊的 以详细的来解释简略的 这是路德说的 以整本圣经 全体的圣经 来解释个别的经文 这是唐童吴牧师说的 但是我相信 他不是第一个人说的 西方的教父早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亚特纳修 下一位你讲义友 亚特纳修 给传统下一个很漂亮定义的亚特纳修 亚历三大的年轻长老 那个年长的长老叫亚柳 我们到了三位议题的时候 就来对付亚柳 预告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如果速度理想的话 看起来是不够理想 不够理想 就是我们要开始讲厄厉根 厄厉根就是中间插住他 为什么要讲厄厉根呢 主要他是亚柳的老师 亚柳在三位议题被定为异端 那我们来看看老师怎么教 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学生呢 厄厉根是教父 怎么学生是异端呢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座将来 说不定有可能是异端 希望不要 我希望你是厄厉根 而不是亚柳 那为了三位议题 亚柳有他精彩的地方 可是他也涉险 这个很喜欢冒险 很创意十足的人学家 所以下礼拜请你们 预备三位议题的教育 预备好 PPT找出来 还有三位议题的教育 那厄厉根如果今天来不及讲完 我们也请同学预备 我们看亚他纳修 他是亚柳 不是亚柳老师 他是亚柳的朋友 他是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教区的长老 可能他小亚柳 二十岁 亚他纳修 他跟他接续Vincent说的 他说上进自给自主 没错 但是要有好的老师来解释 需要好的教师 我们在神学院就训练好教师 华省训练的同学 百分之九十家 还是当幕会的牧师 还有在教会教圣经的老师 少数会当宣教师 在更少数才会当神学家 所以我们训练好的教师 好的牧者 圣经自给自主 但是需要有好的老师来解释 问题是 异端他们往往从圣经里面 读出跟正统教会 不同的意义来 异端一定是很有影响力的 教会领袖 亚柳也是长老 亚柳的影响力 远远超过亚他纳修 亚他纳修要对付 亚柳是很辛苦的 异端会从同一本圣经 读出不同的意思来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用教会所理出的一些原则 来规范他们 最好的规范就是信经 信经是大公教会 开会开了好多年教会 结果激烈的辩论 在辩论过程里面 很多人就要被砍头 就要被关在监狱放逐等等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基督徒已经占大部分 很大比例的 基督教界才会有这种事情 教会的宣告 竟然可以用法律来制裁他 爱任牛 爱任牛说读经需要 用整体的经文 圣经的整体性 我等一下有一张PPT会让各位看到 正统教会的解经是怎样 那异端的解经是怎样 我们两个是截然不一样的 这里爱任牛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 朗朗上口的一些原则 其实是历史历代的教父 他们的一些政治拙见 累积下来的 我们都在累积传统 好的传统应该是要累积 然后传承下去 不好的传统 我觉得会在历史时空 就会被淘汰掉了 所以现在在神学院讲的传统 各位同学就要小心 它是你用来治理教会 需要用的东西 圣经的全盘性 整体性 意思就是对付异端的断章取义 所以老师常常跟同学说 各堂课的老师都会说 看上下文 上下文卖context 那是最好的解经根据 所以整本圣经是最好的上下文 所以同学考进华神的时候 就要考圣经嘛 对不对 很多同学怕考华神 因为我们两大观 一个是考圣经 一个是考英文 圣经比较可怕还是英文 因为圣经里面 在信主以后 都已经在教会里面 已经在查经了嘛 上主日学 有一天自己也称为主日学老师 所以圣经里面比较不怕 我们以后好像会取消 什么圣经首读啊 或者是神学英文的课 我们用其他方法 来帮同学补强 是老师这一次的退休会讨论的 爱任牛 爱任牛强调圣经的 全体性 整体性 全盘性 还有连贯性 跟一致性 各位这个都同样的 同样的字眼 他用不同的字来表述 全盘性 整体性 一致性 连贯性 当然这个是针对一些 错误的异端团体 各位同学 我已经一讲再讲 基督教的神学是因为有异端才产生的 异端有它的贡献 异端就是细菌 它侵入我们身体的时候 免疫力就要开始形成了 神学是冲着错误的教导而来的 对付错误的信仰团体 犹太教只要旧约不要新约 马基安只要新约不要旧约 诺斯底主义也是一样 他们不要旧约只要新约 所以这些教父 昨天在做PPT的时候 我就把从四经学的PPT 转到这里来 这是特土良说的话 他用植物 种子跟果实 旧约是初期的发育期 新约是晚期成熟期 没有种子就不可能有果实 种子代表生命 它一定会结成果实的 所以旧约新约是连贯一致的神的启示 早年我把这句话 把它列为是爱热牛说的 可是后来我在看 好像Kelly 各位Kelly的那本书 应该有提到应该是特土良说的 有没有人选择Kelly的书读啊 我看一下我们同学 高一点 荣誉 谢谢 怎样读的感觉 很享受还是很辛苦 下一位都在讲新旧约的一贯性 连续性 连续性 整体性 全盘性 这是二利根说的 二利根说新约旧约所共通的教义 比如阴性成义 这个不是到罗马书保罗才说的 保罗他是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行割离之前 他就已经因为阴性成义了 所以因性成义 上帝白白的恩典 这个旧约新约都是共有的教义 所以他不是冲突的 他不是conflict 他是symphony symphony他是协和的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说的 一个是隐藏 一个是彰显 新约在旧约里面隐藏 旧约是隐隐约约的预告的新约 到了新约就彰显出来 一个是hidden 一个是reveal 我把解经把它讲完 我们再休息一下 这个没有讲义 也没有PPT 各位你做一下笔记 不过应该这个是普通常识 是在第三第四世纪 在很重要的教义形成的历史 基督论 旧婚论 或者是三位一体 它根本是东方教会 跟西方教会在在冲突 或者是东方教会解决不了 请西方教会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那所以当时东方教会有两个派别 一个台省一个华省 这个是不好的比喻 不是的 七校联谊 同学你们是地主 所以要踊跃报名 现在报名多少 景恩 三十还是太扯了吧 台省要来一百个 那华省要相当素质 否则很难看了 那时候有两个非常大的学派 一个是亚历三泰学派 大家记得吗 亚历三泰的格力缅 亚历三泰的厄厄根 这是师徒相传的灵异解经 亚历三泰提倡灵异解经 那另外一个学派是提倡 字面解经的安提亚学派 那我自诩华省应该是安提亚学派 字面解经 白纸黑日所传达最直接的意思 这个叫字面解经 你看报纸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你看书得拿到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心得 那个就是字面解经 你不用去揣摩 你不用在那里想象 你得到的第一个最自然的意思 最简单的意思 字面解经就是老老实实的 简简单单 自自然然 规规矩矩的读出作者的原意 作者原来的意思 不是读者的意思 不是reader's response 而是original meaning of the author 作者的原意 你看平时的 规矩的 自然的 简单的读出作者的原意 那灵异解经刚刚是不一样的 灵异解经就是不信 白纸黑字所传达 那个 第一个印象的意思 他总觉得背后有密码 要解码 读尽就是要去破除那个密码 觉得圣经有很多隐藏的宝贝 所以你要去挖掘 因为他不信任字面解经 所以就要开始发挥想象力了 去找出隐藏属灵的含义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作者原来没有的意思 他就会化舌天竺 在世经学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讲 这样的解释 究竟是化龙典经 化龙典经 或者是化舌天竺 化龙典经当然是最棒的 关键一球就踢进了门 或者是化舌天竺 增加太多不要的麻烦 所以西方当时的教会 其实这两个不是西方 是东方教会 那是亚历山泰学派 跟亚历安提亚学派的解经争论 最后引起了神学的辩论 就是神学是建立在世经学上面 是神学来引导世经 还是世经带出神学 先有解经还是先有神学 哪一个引导哪一个 基本上是有好的解经就会好的神学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在一些正义性的经文里面 是神学来帮助解经 因为神学是整本圣经 已经得出来的结论 它还是以整本圣经 全体的圣经来解决个别的经文 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在神学 我们要将历史人学 我们将系统神学 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这两个学派后来导致了教义之争 所以两个学派自面解经 灵异解经 影响支配了教会的解经 达一千年 其实应该一千五百年 到了路德的时候 整个局势才开始慢慢的改变 其实路德 他人生大半阶段 也是灵异解经 可是后来 因为在做教义争辩 跟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在争辩 跟自己改教圈的领袖在争辩的时候 路德突然发现说 别人的灵异解经 比他还要厉害 他吓一跳 灵异解经就是你不需要负责任 因为你不需要白纸黑字的经文证据 你需要的只是想象力 你需要的只是你的口才 想办法用一两节经文 要去概括整本圣经的启示 那你要口才非常好 所以路德吓到了 所以他开始悔改了 那渐渐的又回到安提拉的学派的传统 好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